大家好,我是嘉瑜 这一集呢,嘉瑜要跟大家聊聊 世界古文明对灵魂的看法 当人们在世的日子结束之后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灵魂如果存在,将在何处生存呢? 这是恒古以来人类对于未知的世界 无师不由的探索问题 所以嘉瑜会拍一系列 世界各个国家古文明对灵魂的看法的影片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我先来介绍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 由古埃及人及史前墓葬中所用的随葬品来看 当埃及人使用随葬物品时 已经是相信灵魂存在的一种表现 因为随葬品的作用 不能说只是纯粹为了情感的因素来放置 而是生者认为死者的东西 因随它而去 所以一般而言 生活日用品是当时主要的随葬物品 史前墓葬中通常会有一些 陶罐也有一些饰品 还有一些日常用品等等 会放置这些物品的意义应该是 古埃及人们觉得死者还有某种生活上的需要 也就是说 古埃及人认为死者会以某种形式继续活着 那这活着的状态会是如何呢 因为当时的古埃及人对于死者的世界 还是会以生者的生活经验来去想象 因此第一王朝时代有一些墓中 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给死者陪葬的真实的物品里面 会有食物饮料 意思是说他们相信或者是希望死者在进入另外一个存在的世界时 仍然会有与他生活在世上时的需求 甚至有可能是如在世一样般的生活起居 接着到了旧王国时代 当时所流行的死后世界观 呈现在贵族墓葬中有相当丰富的表现 墓葬中有几个要素 第一有死者的雕像 有雕刻的甲门 有墓碑 有壁画 那死者的雕像意义在于 具体的代表死者的身体 因为埃及人相信 人死之后人可复活 而复活之后呢 必须得有一个躯体 提供灵魂回归 雕刻甲门的设置呢 是象征死者复活之后可以从门中走出来 甲门上雕刻有死者的祭品桌 有受祭品的状况 以及死者的头衔和名字 有时候甲门中也会有死者的雕像 表示死者复活之后呢 会由门中走出来的情况 而壁画中通常会以死者日常生活的情境为主 包括牧主人的各项活动 或是家人或是家中仆人工作的情况 有时也有葬礼进行的描绘 然后再到了新王国的时代 其中有不少的壁画是描绘死者在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生活情况 比如他们出现在稻田中跟地种田收割 但实际上作为贵族的他们 其实是不需要做这些工作的 因而这些的情境很明显的只是 为死者死后世界的一个象征 如果说人死之后会到另一个死后世界 那么这世界到底在哪里呢 由刚才所述所言 古埃及人呢 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 另外在旧王国时代 由金字塔文上我们可以得知 国王呢死后会去天上 与日月星辰为伴 那一般人呢死后会去哪里呢 虽然文献中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应该是去西方 那为什么去西方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为日落之处 古埃及人相信太阳 西落后会再东升 因此日落象征太阳的暂时死亡 因此死者被埋在西方为墓地 同时也是复活的世界 那讨论死后世界 自然呢必须讨论到灵魂 因为那是灵魂的归宿 在华人的观念中 灵魂是人死后不会附在肉体上的存在状况 在先秦时代也有灵魂二元的说法 认为人死之后魂上天破陆地 但是到了汉代之后魂魄之间的分别逐渐的消失 后来又逐渐的加入了鬼的概念结合 显示人们在对于人死后的存在状况 一方面并不完全的确定 另一方面也不断有新的思想跟变化 但古埃及人的认为与华人不太一样 他们认为人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灵魂 第一个叫卡 称为肉体灵也称为生命力 第二个叫巴 则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灵性 认为人死后巴会留在人体中 在古埃及的伤葬仪式中 他们试图释放尸体中巴的灵性 使其能够让他自由在天空翱翔 并且最终与卡的肉体 重新结合在一起 形成完成的灵魂 叫做阿赫 因此卡是一个人重要的特质 通常会以人的形体出现 墓中的人形雕像 就是墓主人卡的雕像 巴常会以一只人头鸟的形状出现 时常守在使者的木乃伊的旁边 有时也会飞到木的外面 古埃及人认为这是人死后的形象 阿赫则是以一只鹿丝鸟的形象出现 是代表是经过卡与巴结合 转换过后的灵魂 可以和神明共处 而这个灵魂才是自己真正的指导灵 也就是华人所谓的守护灵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全世界各地对于灵魂的看法 都是殊途同归的观念 如果我们能够跟指导灵沟通 并且取得联系 甚至这个灵魂 是能够跟神明取得联系的 是不是就能够更清楚地帮助我们 去做选择甚至去做更多的事情 例如华人的道法其实用的也是很像埃及人所说的另外一个灵魂的力量 这个灵魂是可以跟天地之间做合并的 道法有明确的方法教大家去使用它 因此我们就可以透过与自己的灵魂沟通 实现我们要的愿望 这样的观念在现在很多身心灵圈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显化法则 所谓的秘密 谈的都是相同的一个观念 只是用现代人的做法去运用 或许对于古埃及人来说 阿赫是教导我们今生正确方向 跟我们的灵魂是不同的 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跟它做沟通的 去跟它做协调的 让两个灵魂之间为自己找出人生一个更清楚的路途出来 所以也可以请这个灵来帮忙 刚才讲到的巴会时常守在木乃伊旁边 木乃伊可以说是埃及人留给后代的一个大迷惑跟大发现 那为什么要做木乃伊呢 如果以古埃及的灵魂观点来说 木乃伊的存在其实有其实用目的 就是说死者时候的躯体保存下来 等待将来复活时 灵魂可以再回到躯体中 但如果从历史的发展与保存的角度来看 由于埃及沙漠中的气候极为干燥 从史前时代开始 许多木葬中的尸体呢 都自然干燥而保存完整 因此将死者的尸身特别处理而保存下来 对埃及人而言是相当容易形成的一个观念 埃及人不但将生者做成木乃伊 也会将猫、狗、老鹰、鳄鱼、路斯鸟等动物做成木乃伊 并且对这些动物木乃伊呢 就像对神明一样的崇敬方式 对于现代人而言 木乃伊的存在 虽是埃及人信仰的具体呈现 也在无意中呢 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当时的社会和医学资料 因为经由科学家的研究 我们可以比对出 当时人的年龄、疾病、健康 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 他们是不懂死亡的 他们的常态呢 都是凝视着死亡的到来 产生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幻想 因此也就这样造就了他们对于死亡 这件事情呢 有独特的见解 因为古埃及人呢 一直很崇拜 自然地理这些先天的能量 不管是太阳从东升起 还是越有阴晴圆缺 他们认为这都是对大自然 先天能量的一个恩赐 他们也很珍惜这些神奇的力量 让他们对生命这件事情 加以思索及探讨 为什么会说他们不去怕死亡 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们认为灵魂才是最重要的 生前只是借肉体躯壳来生活罢了 而肉体内存在的全部能量消耗完后 灵魂才是真正的开始 因为他们认为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 开心的生活着 因此与其说他们其实更加喜欢来生 因为生前的快乐总是很短暂的 而来生则是不一样 来生是很久的 他们的灵魂会带他们去极乐世界至永久 因此他们也会为往生者准备所有必要的程序 让过世的人能够顺利的通过复活的过程考验 为尸体涂上香料油膏树脂 最后在身上采满亚麻布 让身体得到完整的保存 以至于体内的灵魂不会走丢 因此在古埃及人的意识中 人就是靠着看得见的露体和看不见的灵魂来维持的 这集的世界古文明对灵魂的看法系列 希望你们会喜欢 下一集我们再来聊聊古印度对于灵魂的看法